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迟早会抢到习的耳朵里面 他要做一些解释或者安抚的动作 而这个副部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我们也记得延民富也当过这个副部长 在六四发生以后也是民怨很多 对六四各种想法都有 而延民富是卷得最深的人之一 最后他从统战部长的位置上下去呢 消沉了一段时期 最后也给了他一个民政部的副部长 也做了这个事 那至于说胡锦涛当时怎么出去呢 我讲过很多遍了 就是信者呢很信 不信者呢很不信 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呢 现在这个波音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效果好的话呢 不妨呢 你可以在这听一下 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到 听不到 嗯 听不到吗 你看 他就是最开始能站起来吗 能站起来 我这声音是很微弱 我现在是听不太到 听不到 但是大家如果有言意义的话呢 你就只要Google上打一下 叫什么呢 就是就是胡锦涛出场在二十大 这是一个BBC的一个一分24秒的这么一个节目 就在你前面的第一秒钟里面非常清楚 来的那人就问他能站起来吗 他说能站起来 然后站了两下呢 他没有站起来 那个人就把两手放在腋下 那关于这段呢 你可以说他是被搀扶离场 你也可以说他被呢 强行 拉出场 嗯 我们做了这么多 媒体最常用的是强行驾离 对强行驾离 我们做了这么多节目 对不对 其实这一节目呢 你说了什么故事啊 或者什么 表述一些事实 是没有我看不到你的camera 是没有什么用的 就是很 信的人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永远是这么回事 我也多次讲过 我唯一听到的一个 承认有这句话的呢 是澳洲的那个 大康 他是听到了 但是他听到的呢 跟我们听到的不一样 他听到的是呢 请您站起来 胡锦涛的回答说 我凭什么要站起来 于是就被夹出去了 对啊 你现在你就自己就打到那个 这个 因为如果说这一段呢 是中央台播出来的 你可以说他 中央台他把那个 声音和那个影像的 假结果了 但这不是 这是BBC的 当场录下来的 所以只要有这句话在那 后面的东西 你怎么去解读都可以 大家再想一下 当时的情况呢 二十大进入投票的阶段了 两千多党代表做的呢 几百个外国记者呢 也在场 习身边呢做的是两个 一个是前任总书记 一个是现任的 总理 都是团派的人 那中间还有团派的 胡中华也好 汪洋也好 有很多这些人 有必要在那个时候 要玩一下淫威吗 对团派要再羞辱一下吗 而如果我们再看这个整个 视频 因为有的地方的视频 是很完全的 胡锦涛进场的时候 他已经身体不怎么样了 最后坐下来是 扶着他坐下来的 在前一个小时 还扶着他坐下来 然后一个小时就派人把他再 再架出去 这个中间又发生了点什么 有必要这样做吗 当然你可以说 胡锦涛去抢东西 对不对 去抢那个 栗战书手上的 然后王顾宁又怎么拉了栗战书一下 这些都是 在视频上 但实际上你想一下 就是 当一个人 有点犯弧度的时候 他不就乱拿东西吗 他自己的东西 那别人不让他拿 或者怎么样 最后他自己的东西 也放在他手上了 就是这么一段东西 这段东西已经一年多了 那么还是 连纽约时报 就是张大为那群朋友 当年写 文教宝的秘密财产的人 也跟我问到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是很正规的 杂志报纸对吧 写这些中国 很有权威的东西 就居然你们也不去 去想一下这个中间的逻辑 或者去听一下中间这个道理 这是出来以后 在第一时间 BBC就有9000多人在下面评论 我看到的 反共的就说 就被架出去了 拥共的就说 你们家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 就那样 但是不管你是烦也好 拥也好 没有一个人我看到去 去听一耳朵 事实是怎么样的 没有的都是先入之间 信的人就信 不信的人就不信 如果这个是真是架出去了 但是由于什么原因 我相信那些 支持中国那些人 拥共的人 他们也不会去听 也不会去看 那还是认为就是 就是中央说的 他身体有问题 麦克风请你先打开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胡海峰 胡海峰呢 是这样 他没有很小 所以 他本科 其实51岁 今天明政部副部长 也不算高升 虽然现在明政部 已经有四个副部长 他也是算超编 他现在是这样 因为呢 我说他呢 他呢 是在清华呢 是读了那个EMBA 他我刚想讲的 他不是 好像是本科不是那个清华的 然后呢 他在EMBA的同学呢 有我的同学 有我的就是中学和大学的同学 他们关系是很好 所以呢 我在我回中国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 这个我的同学还专门跟我提到 说提到这个胡海峰 那当时呢 他还是在清华 应该是在 是在浙江那个研究院吧 然后呢 提到了这个 然后呢 当时呢 他们都说 这个因为呢 胡锦涛呢 那个时候呢 是刚退下来 没多机会 所以呢 这个感觉呢 就是他有很大的可能 机会去升迁 所以当时他们的评论呢 就说呢 他很像 他爸爸很像这个胡锦涛 他人缘很好 他的人缘很好 跟那个同学啊 关系呢 都很好 然后呢 但是能力是什么 不知道 但是他的评价呢 说能力还不错 能力还不错 哎 但是我猜呢 在现在的这个 这种形式下呢 呃 原则上呢 是也不太敢展示能力吧 你要展示能力 你啥意思 就准备啊 抢班夺权 对吧 所以呢 那反而更危险 所以呢 应该是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呢 他50多岁了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给他一个副部级 他等于一直在 局级 听局级吧 所以变成了一个副部级 那以后呢 就是 呃 如果要是不出大的意外 那就是最后 会升到一个正部级 的待遇 呃 然后呢 就退休了 就退休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可能就是一个 大家都会看啊 说是不是一个政治信号 但是为什么他要去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要去示唬 胡锦涛呢 我倒觉得呢 我们倒应该想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决定 决定这个人事上的这个人事的调整啊 现在呢 都把 就在中国呀 都已经把他呢 变成了一个赏赐 或者是利于平衡的这么一个选择了 因为呢 你否则的话 你应该说这个是因事选人 我有这么一个工作 我需要选人 那这个应该是这个中组部也好 或者干部这个调配的人也好 来去具体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赏赐分赞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就让人感觉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想呢 这个呢 也就是目前来说 习近平呢 这个进退啊 这个 后续会有更多的麻烦 因为什么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掌控 他来安排 他来决策 以他的好恶 最后结果是什么 李善福是他选的 秦刚也是他选的 火箭军的那司令和政委都是他选的 他授贤的 对吧 最后呢 他说哎呀你们都是两面人 那最后就剩谁 就剩蔡奇了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他 适好不适好胡锦涛 适好不适好团派 这个没什么可谈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也用不着适好团派 他那么强硬 对吧 他现在也不想 不想留什么头 所以我觉得 没有什么可谈的 秦朝 历水书记变成民政部会副部长 你看 对这个 我还先说盛平说那个 就其实大家不信那个盛平 当时对那个解读啊 因为那个嘴巴动 那个说话就还真的是 我也听了说 我要想听坏的消息 也就是坏消息 当然不一定像大康说的这样 但是 因为人们还把前后夹起来看 胡锦涛已经坐在那进场了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他也没有任何表示 时候呢 习近平一招手 人家把他给弄了 他要比如跟习近平说 我真理不行了 因为我们就把上下都连接起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是习近平招手呢 让人把这个带走了 但是如果你说 胡锦涛当时老年痴呆 可能要出现一些楚丑了 这倒可以 这是可以说的过去 但是说的 当时身体不行了 然后说给他架出去 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 因为是 实际上是 他没有任何表示 在进场之后 然后习近平看他有那个动作之后 叫人 把来过来把这个架走 上下文看的话 是应该解读为 最多能解读为他老年痴呆症 那是基民认为他老年痴呆症 这个把这个给 那么好了 回过来说蔡奇和 不然是这个胡海峰升官 我觉得这个胡海峰升官 应该说 刚才这个恒星讲的是 谁呢 是这个习近平一手主导的 这个也不完全对 因为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个升官呢 那时候团派还是有说话 八言权的 在十九大之前 那么在那个之前的很多升官 我觉得呢 实际上的那个胡海峰的仕途呢 虽然后来是习近平最后排本定 特别最近的这个 但是是胡锦涛的意思 我你站在胡锦涛角度讲啊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呢 如果胡锦涛要一点完全能得逞 胡海峰在什么重要位置 我认为恰恰相反 胡锦涛这个人呢 历经官场 甚至中共官场险恶 那什么不是个人干的事 你上去呢 你经常干一些混账事 你就是 而且呢还身处在那个地方啊 要非常惊心动魄 你看这个 这个谁 他他四十岁的时候 对吧 胡锦涛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了 他当时被邓小平弄上之后呢 他自己呢 就到现任的时候 对吧 他为什么要裸退呢 他现在就是因为 他真的也不想再干军委主席 也不想再去背这个东西 所以他最后辞任的那个讲话的时候 就几乎就就就要哭出声来 鼻涕都快流出来了 他就强忍着 就是所以他知道那个官场啊 不当个高位啊 争个权的不是好事 胡海峰不适合 胡海峰比他还不适合 你看那个长样就是被欺负的样子 对吧 你要在在小时候有的在那个 在那个王纳明的乱世 在班里肯定是受欺负的角色 这样的人呢 所以胡锦涛最希望他的子女啊 能够平平稳稳的安安康康的 过一个比较什么舒适的生活就可以了 但是开始时候呢 为了避免民生 在他还可以有影响 团脉可以影响的时候 他让他做沥水做水 你知道他在他的转正天级 是2016年的4月转正天级 到了今年的1月份 才转到将近8年才转负不及 这个时间呢 对于一般的这些 比较受宠的干部来说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且他在18年 开始到沥水一个穷地方做出席 你知道胡锦涛这个人希望什么呢 一你啊将来平安 能够有一个好生活就行了 第二呢 你呢不要去有一个 这个别人真的很厉害的 而且多造点福 多那个各方面积点善德 这样的话以后 所以把他送到那去弄个好名声 对啊一个穷地方 对吧 然后呢他51岁过来之后呢 我觉得他最近为什么让他回京呢 我觉得就是胡锦涛身体不好了 所以呢大概呢习近平呢 这个我想习近平反正就说呢 也没有这胡锦涛 如果你们这团拜 已经失势了之后呢 我就也就到这为止了 看你胡锦涛身体包 我主动向你试个好 把胡海峰从沥水调来 你说他要在沥水做出 所以他户口在沥水 你让他要在沥水待一辈子 他要在那个地方 当然他这个51岁就地退休的话 就转成什么 这个反正不是一个好安排 所以让你呢 在51岁呢做民政部部长 完全这个闲拆 是一个就是按照 我刚才盛平说法是呢 我觉得下一步呢 可能弄一个什么政协的一个什么 这个弄一个政协的一个政部级 在政协做个政协副主席 政协的副主席 然后做个副国级领导人 这大概是习近平能给他做最好 也符合胡锦涛的愿望 胡锦涛希望他有什么呢 有一个副国级待遇啊 就是活的比较好 同时呢与世无争 然后做的政协部级 或作为民政部长 他都做善事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胡锦涛的心思 那习近平想你这个心思 又对我没威胁 而且又能让我做一点 好像我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一个一把手对吧 我对你团败这个主动示好 这个挺好 所以这是一个一举 对他们两双方来说 一个双赢的一个安排 所以我觉得胡锦涛 习近平也就同意了 而且胡海峰51岁做副部级呢 也确实进退有余 他56岁的时候他做了正部级 正部级就给65岁退休了 就实际上这个65岁退休 再往前走 他试图还可以给胡锦涛 一个想象空间 对吧 那就是他能不能当政协副主席 但是如果让他做主要职位 我给胡海峰也不干 他也不适合 而胡锦涛可能也不同意 所以更有可能 他现在是提前进京 我才按照胡锦涛想法 他可能再晚一点进来 但是现在胡锦涛可能身体不行了 因为如果盛平说的那个对的 就说二十大那一幕的话 他身体实际上 就已经到了不行的程度 再加上李克强又死 现在又这个 习近平又在穷追猛打团派的话 把这些都考虑去胡锦涛 而且胡锦涛这个人重感情 如果他自己的嫡系部下 连遭这种重创 他说话又不管用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身体就急剧下降 脑子现在越来越不好 这样把胡海峰调来之后 弄个闲差 你背个善名 同时又不用上班 然后好好在家里伺候你的老爹 这样我对胡锦涛也算尽了一份心 对吧 这个我觉得大概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安排 至于说呢媒体喜欢炒作呢 都是像和平呢 像这个还有不是和平 和平这个事上我没见到什么 反正就是这一类吧 就是这个中南海听床师们呢 愿意给他炒的很大 我也不反对 因为只要现在说起一名坏 我觉得呢 都可以 我都可以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的这个态度 就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所以民进嘉宾呢 我有两个角色 一个专业分析的角色 一个呢 就是在政治上的一个政治立场 我觉得呢政治立场 其实就是非黑即白 这没办法 就二则一啊 就说有的人说 你不要那么简单 我刚出来也这么说 我出来的时候 就是美国人问我一个最惠国问题 我就这样那样的说 既这样的 我觉得中国人听的就很好 觉得你这水平很高 那和平之道对吧 中共在这的人都很喜欢我 那时候还 对吧 我也批评共产党 我也骂共产党 我也觉得共产党 也当结束一党专政 我也在推动国内做这个事 国内的我打压很厉害 在海外这些人就好像还真 那但是后来呢 美国记者就说 你不能记这样就这样 他说呢 军涛说你是原告 共产党是被告 你原告哪来替被告说话 你就得说 听命的要想被告有什么罪 他有嘴巴让他为自己辩护去 哎 我觉得现在这个地位挺好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共产党公开的潜在的 这些混账事都给他挖出来 而且让他呢 就是你看好莱坞我觉得挺好 他把美国总统能犯的错误都写了一遍 所以现在美国政坛出的所有事 你到海莱坞的电影里 或者美国那些作家的这个书中 都能找到原型 他早就预测了 那这些我觉得 像我们呢 其实应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这就是作为一个国家 如果要想进步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反对派 在这个地方去不断挑他的毛病 所以在这点上呢 我也就是 我是不赞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呢 用个专业的眼光来看 这个媒体炒作 他是个政治事件 那我们就从政治角度上来做分析 习近平呢 和胡锦涛各有各的 胡锦涛是个自私的算盘 他绝对不是什么出于公心 而习近平呢 也是从一个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 愿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 满足胡锦涛 这点卑微的可耻的愿望 我再讲两句胡锦涛吧 他在十八大的时候呢 习是左右逢源 可以说江泽民那是提拔他 因为他不愿意呢 李克强来接班 所以十七大有那么一出 想多次说过 那胡锦涛这边呢 实际上也没有阻拦他 而且反而呢 帮助他就是裸退 没有像江泽民那样的 就是军委主席再连个两年 当头盗暴力呢 习上了以后呢 也对胡锦涛呢 可以说相当礼于 比如说令计划出那么大的事 他最信任的人 中办主任 他弟弟还带着很多东西跑 跑到美国来了 你要讲连带责任的话 胡锦涛应该是逃不掉的 在这之前不久呢 国家来杀人 杀人的事儿 薄熙来肯定是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的 最后都变成那么大的罪 那像胡锦涛重用令计划这样的人 包括以后呢 江泽民重用的那些军委两个副主席 这么六十多个中央委员 基本上都是江提拔的这么多的上将 包括张扬、房峰会这些人 所以这都没有去追 所以习在这整个十八大的时候 他真的是很有力 就是江这边也喜欢他 胡那边呢 其实也愿意他接班 双方就定了这么一个格局 但是到后来呢 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他开始不愿意做傀儡的话呢 就对江的身边的人很多做了清算 但对江曾本人没有动 再以后到十九大呢 就走得更远了 就是跟王都分道扬镳了 自从习王在十九大分道扬镳之后 我们看到了 习在中国政坛上就处处被动了 有很多事情 就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他得罪的整个官僚集团和工资的集团 就对他进行了很多就报复性的攻击吧 那就我们看到今天关于习的那么多的故事 其实我就想到的历史上 曾经也有个山东的那个省主席 韩富局也有很多故事 今天讲到韩富局 人们在想到的就是他那些荒唐事儿 其实这些荒唐事儿 很多就是人们编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韩富局上来以后呢 他是想好好把山东整治一下 山东的立志 他把山东几十个县的县长 大概五六十个县的县长呢 全部都撤了职 有点像习上来把很多官撤了职一样 撤职之后呢 他也没说把人都杀了 真要杀了当然就没事了 最多他摞个青史网络 骂名 没有那么的荒唐故事 他们那县长的都养在一起 反正给他们还不错的条件 叫他们呢 就是休养 然后置心 以后呢要是好的话 可以重新再任用 那这些你想起 不就天天编他故事吗 就他们的能量有很大 所以韩富局就有很多荒唐的故事出来了 其实原因就在那 好 河尔峰身为这个民政部副部长 这是胡锦涛的儿子 好 我们再接下来谈一谈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前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stays